这一帐老大老铁啊 杜城瞅瞅 说赵震东啊 有人没啊 没人这个我兄弟 改广州也是大哥 金丽老黑 人家坐地炮老黑没宰着啊 老黑是山东帮的大哥 这个金丽啊人就是海州区大哥 金丽上前 啊 所以我跟你说啊 这个雄伟啊我在广州的时候就知道 啊 他垄断了全国往广州发货的物流 包括广州往全国发的物流 非常大 批我都大 但是有诚哥这边人在 你要说干的缺人我跟你背点人 不用 老低 赵震东讲话 这点事我要办不明白 我能对得起这么多人吗 支持我吗 赵震东打给谁了 赵震东啊 这个电话打给万发物流的董事长 啊 也是咱们东北著名的沈阳 又一个黑社会啊 一个黑恶势力老大 宋恒飞 宋恒飞有的人可能不知道长啥样啊 你看过李静元吗 李俊炎吗 像那个百度上找不着宋恒飞的照片 能找着李俊炎的照片 啊 然后我跟你说啊 宋恒飞长得像谁呢 也是通过朋友讲的 我没见过啊 我这个朋友认识 也个不高 黑叉 咱们不是埋的农民 我就是农民出身啊 我先得说一下 要有粉丝在野兽 他长得一瞅就像农民工那样 哎 不像大哥 这笔带块表啊 老铁就带块二百来万的表啊 戴上一筹像他妈 像假的 我这么说能懂吗 他没有气质 他可没有留我那俩下子啊 李俊炎长得也像农民啊 李俊炎长得给他狠啊 也是啊 就是个不高 就那厨房啊 就短头发 你给他背个那个背个鞭子袋 他上火车 你看他就是农民工 哎 不像大哥 穿着特别豪华啊 就那时候宋鹏飞已经 一年都挣个都挣几千万了 老铁啊 这是少数啊 宋鹏飞比刘工有钱 电话就接了 因为他挂靠到野兽的公司 他挣钱 先入啥了 哎呀 东哥 宋鹏飞比他大 比管叫东哥 你看东北的大哥到广州 就没人那边钱大了 名气大了啊 说那个谁 咋的了 说那个鹏飞啊 你还记得不 前两天我跟你说的 啊 跟那个啊 另一个物流公司干账 啊 我知道啊 啊 这广盛吗 广盛物流吗 那也除了你 那个他最大 说就他 啊 我跟他约好了 他妈的 他把我打了 啊 把你打了 说这么点啊 说那个 晚上我跟他约一架 啊 我需要人手 尤其你这东北的 个个嗷嗷之教 打仗嗷嗷之教的 那个不要命的 你给我 唠过来点 哥呀 我心你要借钱的啊 宋鹏飞讲话 虽然我有钱 我不借你 你更有钱 说我心借钱 要打仗啊 那咱不用找兄弟 咱们现成的兄弟 宋鹏飞的物流老大了 但他没人大啊 宋鹏飞的物流 东北三省 从广州往这边来 就是从云南过来到广州啊 就那些违禁品 我就不说别的 正规的货不算 啊 什么 王志买的东西啊 你包括大理小子 买那些东西啊 都由他这个转运站 往这转运 要不他一天 挣五七八十万的 论天啊 一天挣五十万 十天挣五百万 啊 一月挣一千五百万 他那时候可能 一年都挣上亿 宋鹏飞 非常大 说我这有的是兄弟 啊 而且都是各个东北 讲话了啊 犯过事的 打仗的啊 杀人的 不要命的啊 杀媳妇 轮奸的各种事啊 他们小偷的 咱都上不上牌面 因为那时候沈阳的啊 包括东北的一些 最早是沈阳的上 宋鹏飞被这种 打出广 沈阳到广州啊 然后老铁啊 沈阳的这些逃命的 说宋鹏飞混的大呀 啊 多事那时候南下嘛 就往广州去嘛 说你找当地的 大胳膊讲究的 东北的 哎 就投奔宋鹏飞 那时候沈阳往外扩啊 后来可能扩到安山大连 啊 然后名气越来越大 人越来越多 宋鹏飞的时候 非常牛啊 说你说你说吧 到哪儿吧 说晚上这么点啊 你五点钟左右来 咱们六点钟开战啊 出事算我的 你放心啊 来吧 我跟你接受接受谁 或者你现在集合人马 你先过来啊 然后那个晚上 你把人集合过来 到我的物流园区来 啊 说行 我现在集合人马 啊 赵文刚啊 赵文刚是他的军事 啊 说飞哥 什么事 啊 你一会儿啊 给我集合 这个咱们东北来的 这些优良将士啊 集合三百人 啊 手上刀枪棍棒 必须人人都都都都都都配上啊 晚上帮那个这个 这个谁啊 帮那个大哥打仗去 马上就开始 要说那时候人憋的啊 就是这些立工啊 装卸工啊 司机啊 都是社会 个个都温龙化虎的 你别看他是货车司机 都想那么出去打仗去啊 这帮逼啊 赶外面呼啦啦的 就集合了一大堆人马 从那下午就听说 说说帮那个彭飞大哥干仗 宋鹏飞可以说战务不胜啊 该广州把当地的广州帮都给干了 交上了财宝金啊 这不就出发了 很快来到杜城 他们下他的酒店了 由于这个 咱们时间引人无动啊 花盘未减 优秀五个站岗 他肯定轻易不进去啊 咱们给接近了 哎呀 这时候宋鹏飞往前一上 说你这咋这样的 说别提了 啊 长话短落啊 一眼给干了 啊 这不吗 我找你就来就这个目的 咱们今天晚上约好 一会儿啊 他六点钟啊 左右他就得到 鹏飞啊 你心里有把握 宋鹏飞讲话呢 也得不敢吹牛逼啊 哥 也说打仗 咱们东北人 东北虎西北狼啊 那你也能听过这事 咱们说了 咱们敢跟新疆人叫板 啊 曾经 刚刚说这个刘勇那个事 他心心不行啊 帮刘勇吹牛逼 那是自己的对头 说 咱们东北方也灭不新疆 对吧 不非一枪一弹都可以灭他 说我也听说了 说这样啊 给你介绍解释 这个今天晚上你就干 鹏飞啊 你放心 这个 给你介绍啊 宋鹏飞一抬头 诚哥 宋鹏飞认识杜诚 说一瞅这这不杜诚吗 杜诚不认识他 啊 杜诚吵手 你是诚哥 我也是沈阳人啊 我的宋鹏飞 我跟北京的家带戴哥认识啊 有幸见过你一面啊 但是你记不住了 表声讲话啊 咱家带认识啊 家带是我好哥们啊 确实挺好啊 诚哥帮你办事啊 杜诚家话不是帮我 帮这位大哥 哎 往前一上 宋鹏飞瞅着老百张 老百张小哥不高 他俩挺像 但老百张有气质啊 啊 宋鹏飞那是没有 那是老百张家庭这个培养出来 没有气质啊 宋鹏飞一瞅着 大哥帮你办事啊 老百张家话你干啥呢 没事 我就来领人打仗 我叫宋鹏飞 沈阳呢 给社会人玩几年啊 在广州现在落脚了 老百张小嘴一别别 我说杜诚 你咋正级吧 跟这些社会流氓的在写婚 啊杜诚 不是我说你啊 给宋鹏飞干一愣 老百张啊 是一点没及不给他面子 啊 就反正玩意 杜诚你能不能那个 有点尝词 杜诚讲话 你不到张哥 咱东北人呢 我还有好多老弟 贼基本讲 打仗狠啊 你就得用他 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百张大哥 人家他姑父 鸡鸡鸡大哥 那是百张大哥的这个啊 人亲姑父 啊 宋鹏飞嘴鸭都要摇耳的事 啥 我帮小圆圆的一把大哥 赵震东讲话呢 宋鹏啊 可没开玩笑啊 我不催牛逼 这也是我大哥 啊 宋鹏飞讲话 你还有大哥呢 宋鹏飞讲话 我擦我心里就最大了 你大哥 你这这么大大哥 我这 老百张讲话呢 老弟呀 光说不练甲马 马上一会儿行不行啊 你就打死几个都行 你别急着到那个阿燕 也给揍那个阿的 我看这小个儿也不高 你这玩意 你别上去捞不了三水烧啊 你这 宋鹏飞讲话 哥 你们要瞧得起老弟 今天晚上你们在玻璃门前 你就观战 看电影都没这过眼 就现场观战 我跟你说 肯定基本上挺激烈 为啥 因为我了解对面的熊伟 熊伟在广州那边 盘踞很长时间 广州的龙虾仔 其他堂主他都收拾过 挺气不狠的 但是没没事 我不怕他 我钻打捏他 我说的不不好听 我 这打死都行呗 老板上讲话呢 尽量被打死 但打死也没事 打死那优父子 因为这个赵 赵振东是我弟弟 能听明白不 杜成讲话呢 说宋鹏飞啊 我好像听过你名的 因为小成想起来 刘勇说过 说他妈 我有一个对手 跑广州去了啊 啊 就是死敌啊 跟杜成小个挺牛逼 杜成讲话 我听过你名的 你认识这个刘勇 啊 是 对都谁样人 杜成就明白了 就没多说啊 因为杜成看他要打仗 帮忙 还有夹带的一个怪 刘勇跟夹带比的话 那杜成肯定还是喜欢夹带多一点 啊 人家这帮人说 说彭飞 那个人呢 说人在物流园区呢 往这赶 啊 他往这边赶 带着这公司刚四点多钟 啊 他们不六点打让吗 这边要提前一小时五点钟左右 他得看看实力 再说那边 那边物流园区啊 该说不数啊 这个老板 我跟你说 他办了个错误的决定 你要打不过 说他们阿斯啥来出 或者找白道啥的啊 你看他这个傻逼 哎 说这个雄伟 喂 啊 哎呀 张队长啊 啊 我先我跟你说一声啊 这个晚上啊 我要上这个 这个我们物流园区 办点事啊 对 不管谁报警啊 千万别出警啊 你不用 不用管 啊 这什么打仗啊 你不用管 你上面局长我打招呼啊 就是这个有人报 你千万别别别打电话啊 别别出警啊 听见没啊 出警以后也来小时以后啊 明白 端位非常高啊 又给辖区的这个分局局长啊 不是市局 哎 啊 哎呀 李局啊 跟你说一声啊 这个辖区小派派呀 包括队长啊 我都通知到了 晚上啊 我要办场事啊 我要上物流园区那边啊 我办点事 这么一说 这么一说你就懂 说啊 明白啊 放心吧 那个肯定的那个不能给你掉链子啊 然后你们办完事你给我打电话啊 别出啥事啊 放心吧 哎呀 就出事还能咋的啊 咱们大哥那个凯哥跟那个叶老三三哥傻拐 说也是 我知道 好 他特意交代一下子小派派那边啊 你千万别出警 这边撂了电话 我打死你 说那个啊 对面集合了多少人呢 咱们集合多少人呢 手下兄弟上去报告了 哥 咱们楼下 该说不说 你听说打仗 晚上啊 物流园区很多人都没走 现在只多不少 都有三四百人 好 啊 说你们上对面看一看 对面倒点多少人 啊 咱们心留底啊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这不吗 这比也挺有头脑的行为啊 做声音就不是一样 他的兄弟开车就特意去了 老体啊 你看宋鹏飞这个人 心粗点 他身边的兄弟赵文刚也不 也也不那啥 赵文刚那边同时也带了三百多人 起乎相当吧 就进到当时这个震动物流 这个大园区了 那该该说不说 那来的什么 141 大货呀 还有这个 轿车 大车的都来的 骑摩托的 都成他不到固点的啊 杜城那个 还有这个老百姜大哥 村的玻璃往下瞅 哎呦我操 啊 跳起这帮人啊 劈了扑了往下跳 赵文刚一指挥啊 财宝信下指挥 下来下下下下下来 都他们吃饱喝点了吧 拿扁的的啊 拿撬杠的 拿大砍刀的 开伤砍的啊 还有当时拿大棒子的 狼牙棒的啊 还有拿大车链子的 还有拿大车锁的啊 当然了 这三百人里面 还有宋鹏飞的主力前头的 拿短把子 有个五六十个人 拿长把子 有个三四十人 老铁就这个 他们要是拉到越南去 上山头也能攻下一个吧 啊 这装备 刮枪就齐不实吧 啊 这些立功就各种 拿各的工具了啊 老铁也得干 他们二百多人 拿来这各种大砍刀 大棒子 大敲杠的 挺吓人 哎呦我操 这么多人 啊 这场仗子挺激烈啊 赵文 赵文刚讲话 去啊 伯金呢 派个兄弟 上前面啊 打探打探 因为物流园区离的不远 七八公里 说开车去看看对面多少人 这不这边也派人去的 到那边啊 人家大哥就打个电话 回来报告 说那个 刚哥 对面有三百代人 北圈里面没出发呢 也是啊啊之叫唬 好像整了十两个大货啊 那大货车后面站的全人啊 要出发了 那行我知道了 啊 鹏飞啊 这个对面三百多人 赵文刚跟宋鹏飞是属于这个搭档 宋鹏飞讲话了 三百多人啊 心里面有点底了啊 最起码三百人人数上不拉 东北人打仗 肯定肯定是打广东人 一个对一个肯定是没问题啊 对面 对面也是多小 大哥 对面也三百多人 跟咱人数差不多啊 拿枪来拿起 这个狗霸的啥 跟咱们武器也差不多 我擦你嘛 实力相当啊 谁敢的呢 说我看了好像那个 不管这个那谁啊 还有宋鹏飞呢 这东北方的宋鹏飞敢的呢 啊 这万发物流老板 万发物流的宋鹏飞 改广州名气很大 对面这个熊伟也认识 啊 熊伟一听 宋鹏飞怎么去了呢 啊 那不知道 他请的援军呗 你先回来 上你嘛 宋鹏飞怎么帮他们打仗呢 宋鹏飞打仗 能力强他知道 他曾经想收服宋鹏飞 宋鹏飞没跟他混 明白吧 宋鹏飞这边啊 改在院里面正主灰呢啊 一会儿怎么干 哎呀 伟哥 啥事啊 说你知道 你今天晚上要跟谁干吗 我知道啊 跟你吗 鹏飞啊 你知道你跟我干 你个啥跟我干呢 再说鹏飞 我说不好听的话 那北京来那小子 都让我熊傻比样 啊 就那个赵振东 我一句话说白了 就差最后一步了 我今天晚上之后 就让他物流元气消失了 你乡东啊 他的资源都没用 你不如啊 你现在跟我混 啊 还有个机会 是不是 鹏飞 我乡东你这个 啊 人品了 还有你万花物流 在咱们东北的影响力啊 包括广州的一带 你就跟我 我免费给你提供这个 两个物流元区的这个 就这个摊位 说白了啊 也能容得下你 我不收你租金 物流元区是收租金 把点的 说我不要你点 伟哥 你要觉得行 你就来 因为宋鹏飞值得 操你妈 你再大 大不过这帮人 说你就来 啊 我宋鹏飞不吹牛逼啊 伟哥 你现在要是秩序点 你现在啊 给人道过歉 我知道你有人脉 给对面捣捣棍啊 就好好的 就完了啊 操 吹牛逼 宋鹏飞 你别跑啊 好话说一流流筐 你不轻啊 你等着 我他妈半小时就到啊 十分钟八分钟 我就过去 等你等你等你 诚哥 我就下去了 啊 他就认杜城了 老百姓他目搜 杜城讲话 哎 你们打仗 有意思不 有意思啊 必须有意思啊 杜城讲话 我挺让时间没 改沈阳跟他们刘勇 还有这个赵三吧 曾经干过一百来人的啊 就二百来人 杜城讲话 改广州跟金丽干过啊 那时候人也多 说那个 哎 张哥 咱去下来也溜达溜达 老百姓讲话呢 你可拉击不倒吧 那乱战他妈的 那多乱的那么多人 咱都给楼上滚站 啊 楼上大屏幕往下一瞅 大玻璃落地的 看清楚 啊 杜城讲话 你也愿意看呢 我愿意看呢 啊 打死一个少一个干呗 怕击不啥的 啊 这时候曾奥帮讲话呢 说这我也愿意看呢 都崇拜暴力这些人 说行了 啊 去 宋鹏威啊 打败了 收拾你听见没 老百姓说一句啊 宋鹏威瞅一眼 说大哥你放心吧 只要你们说话了 宋鹏威就下楼了 这时候他刚下楼 啊 老铁 就这个事都上广东日报了 当时啊 后来又撤下来 马上临时撤下来 老大了 宋鹏威刚下楼 这些人都认宋鹏威 不管你这边杜城谁啊 管他呢 飞哥 飞哥 哎 哎 飞哥好 飞哥好 啊 飞哥 这边干谁 宋鹏威站在一个大货车上 啊 就这出啊 今天晚上 我告诉你们啊 别说不给你们机会 他妈今晚好好表现表现自己啊 你们今天晚上都他妈说不好听的话 不是代表咱们万发不留 代表咱们赵老板 还有 还有 啊 你就放心地干 为荣誉而战 妈的 谁到底干的 要是这咱装批就给撂倒了 啊 底下讲话 啊 啊 啊 气氛就达到一定的高潮了啊 那这边 他刚刚就演讲完 对面就听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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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青色大卡车来 啊 可不是对对的啊 战线队员 那边全大卡车啊 就就能拉货的大卡车啊 后面那个 大货行里面 站的也是满满灯灯的 干了几大卡车 一大卡车 老铁就使劲占五十人啊 啊 五六个卡车 打着大灯啊 手上拿着也大搞吧 大敲棍啊 那个大插锁啊 还有大砍刀啊 包括阳管啊 老宋管列 对面手枪手啊 长枪能有个三十把 手枪啊 也就二多把 但人也不少 三百多人 啪啪灯就一照 宋鹏飞就感觉眼睛一亮 宋鹏飞一笔啊 来远光直过去 把远光也直过去 啊 对面又改成郡光啊 因为天黑了嘛 哎 宋鹏飞对面一摆手 也变成郡郡 从车上啪啪啪啦就跳啊 你在孔二狗讲 那一把玩意啊 从那个三轮车上跳 那三驢子能跳几个人 那农村的蹦步车 也就跳上 几把五七八个呗 这车一下跳四五十 啪啪啪啪啦 像下脚似的啊 拿着狗吧 也都往前走啊 就看领头的这个谁呢 这这这这个 熊伟啊 大哥 小哥不高 他广东人嘛 高不哪去啊 哎 往前一站 呼啦啦 黑呀呀的 松鹏飞 看两边人马 杜城讲话 哎呦我操你妈 啊 哎张哥张哥 这这这这张要过瘾的 哎 哎 曾奥邦给旁边瞅瞅啊 邦哥 哎 那个张哥 这张打能能出事不呢 别别出大事 没几个事吧 啊 我看多数拿的狗吧 你看下面的枪也不少 啊 这时候老百姓仔细一瞅 哎呦我擦 拿长枪呢 没注意啊 啊 长枪呢 他以为就那二来把 长枪三来把呢 那后面拿短枪呢 我跟你说 腰间别的也都不少啊 但这时候没逃出来呢 还打仗是有规矩的 不是上了就磕枪的啊 但这时候都跳下来了 这时候啊 两方人马到跟前了 这边以宋鹏飞为首的 这个战争已经就是 啊换代表了啊 宋鹏飞代表的东北帮 代表着当时万发物流 代表着当时的 这个赵振东 啊 当然了 那边没告诉周凯啊 只是雄伟知道 雄伟带队来了 网州最大的黑社会 啊 这雄伟上前 宋鹏飞 你出来 宋鹏飞往前一上 咋的啊 梅哥啊 听没听过一句话 鹏飞 我给你个机会啊 强龙还不压低头蛇呢 知道不 猛龙不过江 啊 今天你 他妈 我跟你说 一直欣赏你啊 你把家事放下 你把兄弟散了啊 你给我道个歉 我可以啊 给你提供啊 怎么怎么的 我告诉你啊 你跟他已经就日落西山了 没有几天蹦头了 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知道不 哎 你跟我混 还有个机会 宋鹏飞往前一上 说那个伟哥 别老大哥 我宋鹏飞呀 一生中啊 在广州只能有一个大哥啊 回东北可能会背不住油 啊 我告诉你啊 震东大哥永远是我大哥 啊 你要是那样的 你就动手 你看今天我惯不惯着你 我不打手你使的 都算你拉得干 还有我擦 东北车还有一套一套的啊 你妈的 宋鹏飞 老子在广州混车会的时候 你还敢什么东北谈留着呢 啊 兄弟比他大 比宋鹏飞也大 啊 四多了 宋鹏飞那时候也就是四十左右 四十出点头 宋鹏飞往前一上 怎么的啊 咋的 兄弟们两伙也都预示着了 离得近的 有的都是物流公司园区的 他能不认识吗 啊 说 啊 你别动我啊 我吹牛逼 你动我 等会儿砍死你啊 吹牛逼 别改他吹牛逼 你动一下 我打死你 我有枪 哎呦 我操 两面也开始越越一试 那就在这时候啊 这宋鹏飞 瞅瞅熊尾 因为宋鹏飞吧 老铁是刀枪炮的出身 熊尾啊 比他略高一点 熊尾可能一米七 宋鹏飞一米六多 啊 但他俩 我跟你说 就同样体格 宋鹏飞 能打他拔来一会儿 你信不信 啊 这脚的一指宋鹏飞 说宋鹏飞 你那个逼要我擦 你还东北 他 宋鹏飞 我去你嘛 你说谁呢 啊 扒扒俩嘴巴 就在这俩嘴巴之中 都成改顶 他说 还不打 哎哎哎哎 动手来 动手来 哎 老板上讲话 哎 动手来 动手来 要不过来 过来 楼上他把金力也全围过来了 啊 这个头钱也围过 这时候两方面就在这个 一个嘴巴中 他一还手 那宋鹏飞抓 那脖领子 我去你嘛 两面那边 我擦砍 呐 就干起来了 就看这三百来人 跟三百来人 一会合老铁啊 都没会到后面 因为前面就这么纠缠 不行了 哎呦我擦 刚开始听讲规则 全没动枪啊 谁也不想上去就杀人 你记住了啊 老铁你说你在现场 谁要砍你一刀 啊老铁啊 那你想想你几眼不啊 第二刀的下去 这小的一瞅 我擦我身有枪 我还给你批刺刀 一枪啊 也不知道是谁先打了一枪啊 那紧接着外面就听 我擦动枪了 我擦 我擦 我擦到他这砍到 杜城该顶着啊 老铁啊 杜城都懵逼了啊 杜城都懵逼了啊 这老百姓讲话 哎呦我擦 打的打的过瘾呢 啊 这边跟你说啊 就是这边的宋鹏飞 抓着这个谁呢 尾着脸啊 就是往死踩 往死踩 宋鹏飞没动枪啊 把脑袋就当踢球体 定杠的这顿体 啊 但是老铁 这一仗随着 当时打多长时间 老铁啊 当时也就打十来分钟 因为你把太神造造上去 可能打半小时的体力 老百姓 我跟你说火拼 谁要说火拼二十分钟 我跟你说 那都扯毒都跑了 那都 他打不动 啊 这个由于体格上 跟民风上 他就干不过东北 很快 战争一边倒是的啊 老铁啊 东北帮就已经大喝 这个当地的这个 咱们说的这个广东吧 啊 这个物流园区的人 快跑啊 打不过了 去你吧 上车 屁啦屁啦屁啦 往上跳啊 边打边追 那边只是砍他 这一站呢 老铁 我跟你说 事可大了 这帮逼跳上汽车 要找司机啊 这时候这个熊伟也被兄弟给拉 他上车了 说伟哥 不行 太就不猛了 这帮东北帮 太猛了 上车 上车 熊伟巴一上车 这时候我跟你说 后面的啊 后面的啊 这个宋鹏飞的兄弟往前 从宋鹏飞都控制不住了 说打砸的车 去你吧 跑啥 大货车都 玻璃都敲锡碎 等玻璃都敲锡碎 这时候老铁啊 这帮人上了车之后 啊 车发动机打着火了啊 啊 渡船开窗 我喊 别他妈追了 宋鹏飞 啊 喊了一嗓 宋鹏飞往这回头 宋鹏飞板身是血 都不知道崩谁了啊 有句话说的好 参加这一仗的可能或多或少有点伤啊 重伤的五就五七八十 死七个 宋鹏飞的虽然是赢了 宋鹏飞 宋鹏飞也死俩兄 财宝金上前 飞哥 啊 一共好像死七个个 咱这边也死俩兄 比例比例其实他就占优势了啊 宋鹏飞一丑 啊 这行 啊 知道了 伤的伤伤伤伤 那个重伤 咱们这边有三十二十的啊 他那边更多 咱这人 那个扎整啊 还有伤青伤 说赶紧送送医院往医院去啊 说诚哥 我我我们先撤了 我们那个啊 说那个东哥 我们先撤了 收伤的 我们那哈 那个啊 一会儿阿四就得来了 诚哥交给你们了啊 杜城讲话来 啊 走吧 啊 老百张 瞅瞅 啊 一瞅地下 躺这么多 你看当时气过去啊 说干干 这那个 老百张不知道死多人呢 死这个齐巴士人 这事可大了 我跟你说 老百张一瞅 哎 说他妈 这这这这这 这不行 咱也撤吧 啊 先撤再处理吧 老百张还说 撤撤撤撤撤 一会儿阿四再来 老铁我跟你说 现在阿四来没来 阿四的局长 清局广州市六三门的一把手 清局啊 都接着这个电话了 啊 喂 啊 什么 物理员区干了 去自寻商 真叫做局里开会 清局当时啊 就接着这个电话 老铁啊 就往那嘎赶 啊 广州市这个六三门的一把大哥 但同时杜城跟这个谁 杜城跟旁边的老百张 还有曾奥帮 吴方宝他们 哇 开车就跑 啊 有人说那那般人受伤的呢 死的是动不了了 清伤的服动伤的呗 也往这家医院赶 那你看广州待机不大 他得就近呢 那你看病能跑出十公里下 你这肠子流出来就死了 哎 废话不多说啊 很快 清局到这个 这个六三门的这个会场啊 一瞅 所有人都到着了啊 有记忆问问记性的啊 二把手三把手啊 包括那些大会议室啊 请讲话我听汇报啊 怎么样 局长 五六元区啊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两伙人是三伙人打仗 现在死了 现在应该是医院那边报是七个 重伤啊啊 说百八的了 现在合适不出来 也不知道是谁都打乱了啊 那人太多了 五六百人啊 伤的还有呢啊 死七个 五六百人火拼 重伤的百十来个 老铁清局可能上任以来这么多年 就碰见过两次不三次 清局讲话这也创纪录来 啊 都喝多了吧 喝的假酒啊 这么的 打完这一站 老铁死七个人呢 伤了百十来人呢 重伤的七八十 轻伤的就不说了 五六百人里面轻伤一半啊 都有二三百人轻伤 还有一百人重伤 啊 可能肠子堵都被干出来了 腿干舌了 胳膊干舌了 大考那砍的手指的掉 掉没了啊 还死了七个 还有重伤几个 跨骨打碎的 还等着救治的 这时候 这个清局啊 该说不说 改这个市局正开现场会 啊 打完仗的兄伟呀 他也害怕了 上医院这边救治 兄伟打过枪 兄伟一面救治这伤啊 兄伟当时重伤 可以说他也知道 这个事大了 因为兄弟爆了 说伟哥 咱们这边死六七个呢 伤了兄弟就一百多了 操你奶奶 喂 哎哎 周凯哥 打仗之前 他没告诉周凯 啊 打完仗告过来 说凯哥 出点事啊 咋的了 啊 兄伟呀 说我在医院看病的啊 那个 哎呀妈 来了不少阿瑟 阿瑟到现场 没抓到多少人呢 现场抬不走的 那肯定抓住了啊 但是还有 大片上的阿瑟 说孙腾摸瓜 送医院去 一看医院门口多呀 互相搀扶着 像战场 哎呦 我擦脚啊 挂靠在哪 拍片子 哎呀 哎 报告局长 哎 医院里面多呀 都给这医院的啊 双方还都给这个阿瑟 那老铁啊 一楼二楼三楼 见面也不打了 那打那比一样的 说哎呀 严重啊 兄弟你先拍片子吧 啊 我说你先上 CT吧 都知道在打什么死人呢 啊 这些医院人多 都给这看病的 刑局一听 他妈的 五六百人得派多少人抓呀 啊 受伤的二三百先给搂回来 派人把医院围着 很快大批量的警察 第一批就到了这个医院了啊 就离他那个物流园区近的 啊 离三城 外三城 就给医院围着 说你们看吧 看完病 他们给我们走啊 有的清伤就带走了 啊 这边 这周凯接电话 是是是是 咋的 警察去了 咋的了 是是凯哥 我跟那个物流园区的这个 打起来了啊 就那个赵震东 你妈的你疯了 我咋说的啊 啊 你打起来 你你打不过他 你还上医院 你打不过他 你没有那弯弯堵的 吞得连到头都干啥 哥 我能打过他 你打不行 关键他后面有个小挺猛的 那小有点像王队长 啊 东北人挺这么猛 宋鹏飞啊 宋鹏飞 赵凯也是个宋鹏飞 改广州名气非常大 说宋鹏飞参战了 这让打这么大吗 说是宋鹏飞 妈比得领的都是那些完兵之徒 啊 本来我们刀枪还还 那个棒了还拼一拼 啊 他帮小上的光光就开枪 就啥也嫩 你说大哥啊 你这这这这事 我们现在 出事 死人了 死了 死了 有六七个 七八个 我这边就五六个 操 行了 你这B2呢 还得我给你开屁 操 没有那个 你要打赢了也行 跟你说 你 我跟三哥说 那行了 谢谢凯哥 电话 打给一老三了 各位 啊 什么 周凯 咋的 你再说一遍 三哥 出事了 那个 那个 我兄弟那个打仗了 那个咋我事呢 啊 就那物流园区 那个谁 跟那谁又打起来了 我他妈说没说 不让兄弟找他 我不告你了吗 你咋说的 三哥 可能是那边人不服呗 人家那边挑的事 我还没具体问的啊 反正挺严重 你妈的 你妈的你 上我家来 一老三 让他上家来啊 这边 周凯往那边赶 一老三的 当时就把电话 打给谁了 打给正开会的 这个清局 这次啊 借了这个机会 咱们休息三天 啊 严打三天 广州市 不能有这样事的行为 啊 这他妈什么玩意 屈子屈伤 这出事了 啊 记者查的 那个如果放 有录像的啊 放楼带都走来了 把这去拒起来 就不能让他放 啊 广州日报刊发的 赶紧给我盯上 那边广州日报 这些人都半夜了啊 都排吧 那老铁啊 这边电话响 说喂 啊 哎呀 三哥啊 我 我要清 要清啊 怎么回事啊 都知道清局 是三哥的兄弟啊 是怎么回事啊 说这个入路园区 这个打仗 你知道吗 三哥 别提了 性质老恶劣 怎么样 跟我汇报一下情况 三哥 这两伙人呢 我跟你这么说 一伙好像是叫熊伟 刚才我听说了 另一伙还不知道是谁 啊 两伙人出动了五六百人 而且打仗啊 三哥 打死了七个 哎 死人了 死人了 那几百人打仗 能不死吗 道歉不张眼的 死了七个 啊 重伤的 还有五六十七八十的 现在这不到能不能死的 还有轻伤的就几百人 我们现在呀 全城的阿斯都往的医院去的 现在往回带人的 三哥啊 你怎么新闻这事呢 哎呦我操 你们死七个 三哥 这还没更新呢 如果更新数字啊 会更加惊人 行了 行了啊 我 我知道了啊 电话扒这么一料 一老三讲话该咋办了吧 正说话呢 杜成老百张打完胜仗了 老百张讲话呢 杜成啊 跟那个三哥说一声 是不是 看看他到底知不知道 也侧面看看他啥表现 啊 得处理一样 一老三的 啊 给广州嘛 毕竟 杜成电话就打给叶三哥 啊 叶三哥讲话了 还要跟杜成沟通呢 喂 啊 啊 小成啊 啊 哎 三哥找你有事呢 我先说 你知道物流元气干账吗 啊 你知道吗 三哥 这事我我知道 你知道 不是 你 你参与了 三哥 我参与了啊 这个事这个咋回事呢 你别他妈咋回事了 杜成啊 你知道死人了吗 知道死七个吗 上他妈一百来个 都上就五七八十 现在那个数字还不完全更新呢 啊 你参与了 你他妈上我家来 啊 什么基本玩意你啊 杜成 我他妈这样你上广州 你这来了你就出事啊 这次不是我找你来 你赶紧到我家来 啊 你喊啥呀 三哥 行行行 我一会儿就去 啊 好嘞 杜成讲话 抽手老板张 张哥 好像叶三哥 好像不知道 但是他不能那么激 啊 但是 老板张讲话 别纠结这个事 啊 他咋说 他说让咱家 咱们去一趟 看看啊 参与的人 老板张讲话 走吧 老板张不怕叶老三的 你们都知道 说走 小衣服小挂 啊 一穿老板张 愿意穿那个 一个小挂 京城的那个啊 小挂 小塑料扣那种啊 八八七 这不叫 曾耀邦 当时跟老板张 还有杜成 领着当时啊 该说不说 吴桑宝都没去 金丽 你听我解释 我听你 什么解释 好 好 好 叶老三上去 叭叭叭叭叭 打湿了个嘴巴 给赵凯打懵逼了都 赵凯也不知道 对面那么大段位啊 叶老三能生这么大气啊 因为赵凯以为 叶老三的朋友 通过他打成招呢 要不叶老三能 啊 他赵凯他能跟那小子 跟熊伟那么说 说行 你就是真有事 我给三哥能给你挡一下吧 把你自己召成办 当时嘛 所以说打了十来个嘴巴 叶老三讲话 你他妈兔崽子 我不让你打 啊 我让你告诉他 你怎么说的 周凯被打了十来个嘴巴 他这种人急于脱身 说三哥 我不知道 我告诉他们 那个 告诉熊伟都说了 别让他动手 那你看 他可能 不服气 或者对面不服气 他们就打起来了 你说三哥 你说这个事 他也不怨我呀 叶三哥讲话 周凯 他奶奶的 你知道死了七个人吗 啊 伤了一百来人 死了七个多大影响 广州市公安局 今天都忙不过来 清局的都干开过来的 小青那 这时候 周凯也认识到问题严重了 别的都干出血了 三哥 对面啥人呢 三哥 我不知道 对面你也没说啥 对面啥人 啊 一个是他们的 小 我他们也不跟你说了 我怕吓着你啊 你给我滚那屋 大家去啊 一会他们来 周凯一看 我这脸就上隔壁屋 大家去 你看这边 他们刚那啥 这边老板杖 杜成啊 还有曾奥帮 领着这个 道振东来 因为今天人物 新人物比较多啊 一级出现多数新人物 容易属于口误 很正常 我这脑袋不是电脑啊 新闻联播主持人 还说两个错的人 是不是 他们一个字扣一百块钱啊 我是不扣钱 啊 八推门就进来 啊 说那个领导 你对这个客人到了 这是由门口警卫带来的啊 一老三一转身 看着杜成老板杖啊 你们知道出多大事了吗 你们你们几个都去了呗 老板杖讲话 对啊 我们都去了 都参与了啊 不是 你们找我 老板杖讲话 哎 怎么的 一老三想上去给老板杖 两个大嘴巴了 他老铁啊 摸摸头下来 老板杖讲什么的 他惹不起老板杖 县管还不说县管 他爹就活着老铁啊 也不比人 不比人抢哪去 啊 讲话 他妈瞅瞅 啊 老板杖 真想解解气 打两个大嘴巴 但他没敢 啊 臭肚成 哎 操你妈这鼻子能热起啊 杜成 来来来 你小子啊 啊 好杜成 不两杜成 干啥呀 三哥 杜成小个子 一老三挺高的啊 那三哥你干啥呀 三哥 干啥呀 不是啊 杜成 我问你 人家他妈这边周凯是不知道的 你是知道还参与了 我问你啊 你他妈是不是牵手是 不是啊 三哥不是 干啥你 这个不是 你知道吗 杜成 你知道吗 死了七个人呐 伤了一百多人啊 重伤的就七八十 都是都是肠子 他妈堵的 要不就盆骨碎的 腿舌的 缺手知道的 你知道吗 杜成小花不是 你个杀 一老三 怎么的 跟我不咯 杜成讲话 当你三哥 你是他妈云山的 杜成讲话了 这怎么的 杜成讲话 我也有脾气啊 这他妈不同人 不同命吗 你看个老百姜进入 更子不然进来的 杜成是低倒瓜进来的 那老百姜讲话怎么的 叶老三 没说啥 你到杜成 那毫无领杜成讲话 杜成敢跟叶老三 吾咋咋的 都骂过他 听过前半故事知道啊 因为杜成有普政招着 普政跟叶老三 那你说谁都要没高 普政是太子 叶老三只是个将军的儿子 要这么比 叶老三讲话 不怎么的 杜成讲话 什么怎么的 事是我干的 那死人了 这是咋的 死人咋的 你他妈杜成 你信不信 别看普政招着你 我给你扔进去 杉成长命 现在还钱 杜成回头瞅眼 老百姜那意思 张哥你上啊 老百姜讲话 小哥不高一巴 哎 叶三哥 啊 我怎么的 杜成 那事是跟杜成没关系啊 怎么跟杜成没关系 他参与了 他也动手了 那是我让的 啊 说叶三哥啊 你别生气啊 你要生气不信 你打我两下子 我 哎 心讲话不敢骂 杜成是我让他帮我办的 那是赵震东 我这小兄弟赵震东的事 再说你不能青红皂白的 你就 你干啥跟杜成呢 你听我说 啊 收回银 收回银 一老三他妈想发脾气 年龄也差不太多啊 因为这个老百姜比他小个一两岁 老百姜不靠他股夫 他也非常硬 这批就是硬人 啊 给一老三点个言 嗯 说三哥呀 我叫你上三哥啊 在广州 这是啊 杜成帮我弟弟办事 如果在北京啊 可能我就办了 啊 在广州 哎 这个发生一切的事 我样办的 我得担着啊 啊 做杜成干的事 你算我身身啊 杜成这一刹那 更加认可老百姜了 瞅了一眼 他他妈真是不一样 要是丁军伟 他得往杜成身推一出事 啊 杜成鸡眼了 可能呢 说这老百姜直接就往身拢了 就懒 说你看小成帮我外事 我能让杜成韩心吗 这事你就处理我吧 啊 你不行 你就拿我开刀吧 咋处理啊 你负责啊 我负责啊 死了七个人了 咱不说伤一百二百 纵伤的五七八十 咱就说死七个人 今天晚上 网州是都干宵禁了 啊 人都抓不过来了 那轻鱼呢 我负责 你一老三 生气 说你负责 那杀人还能偿命啊 那你说啊 啊 还能让你偿命去啊 那不就结了吗 啊 没死几个 再说 啊 那死几个呀 那还得呀 死七个这个事 我跟你说要见报啥的 没事 啊 叶三哥 在广州这点事 你还能办 你要不能办 我帮你办啊 你要说不能办 我现在办啊 你办 现在你该广州 就各部门 你刚才都说了 清剧都是你小弟啊 什么工研房 这这这这这 小圆圆的 你你你你打个电话 呗一日 是个两广 你还遮不住啊 你要真遮不住 这事牵扯到北京的话 我跟我姑父直接说啊 你看你是你办 还是我办啊 我也能办 事实上我不想那么办啊 这一老三一瞅 哎呀 知道自己呀 整不过你老白长 这个亏地震 啊 本来他妈想出出气 一看就这么一招 还得拉回来 白长啊 说那话干啥呀 啊 这事吧 影响太不好了 啊 然后这个你说那话说的 在广州能用你办事吗 啊 虽然出事 但你叶三哥呀 还得给你兜个底 啊 我跟你办啊 放心吧 啊 这个事要到北京了 有啥事啊 我找你办 到广州你还得 给你办啊 知道你能办 啊 那你办不也得达人情吗 我不 刚刚说我不用达人情 心心 那谢了三哥啊 那那你看这个事 达整个最后 哎呀 不是 还有个事啊 那小子好像没服 啊 三哥 我跟你说我还得收那小子啊 所以说你看着办 人家老百张是连软带硬的全带上了 说你看三哥 啊 你爸你就送佛送到西吧 我要结果就行 说行 啊 这么的 我现在就办 叶老三拿电话 巴巴巴巴 属于到家脖子让他办的 哈 不是他内心愿意吧 给清局打了个电话 喂 啊 哎哎 三哥 说这个 今天晚上这个物流园区这事啊 一切封锁这个新闻啊 还有记者啊 不能造成报纸什么 哪样的啊 那啥 听见没 正常暴行啊 会不 哎呀 交给我 三哥 然后啊 死的人做好安抚工作啊 然后这个呃 对面啊 这叫叫叫叫什么雄伟的啊啊 这个物流园区的给他连根拔掉啊 今天晚上你就顺便做一个宵禁啊 就是个大手网打黑吧啊 明白明白哎 三哥 老铁啊 这个叶老三瞅瞅当时的面前的老百姜老百姜 讲话 哎 那个三哥谢谢来呗 不用谢 不用谢 哎呀 这事我跟你说 以后尽量可别整这么大事啊 然后 行三哥 尽你人情啊 走肚子啊 要帮走走走 震动啊 走走走 对了 那我弟弟开物流还能干吗 我保证 以后在广州 谁敢拦着他的物流公司 我就干他 我保证不会有那人了 不会有人挑衅了 行 啊 走了三哥啊 老百姜晃又跟杜成谈就走了 杜成小哥一个人那意思 操 看人家态底 操 走了 等走了之后 啊 屋里面那个周凯呀 一推门缝 三哥谁呀 他这么牛逼呢 我听他口气好像不打拒你呀 三哥 去 妈 巴巴又俩嘴巴给周凯 要三哥讲话 他妈没你能出这事 你这话说的就毛病 三哥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清局了 今天晚上清剿行动 啊 这个雄伟的物流园区必须查封 他所有参与的人员啊 设计动手的 我必须全抓 是三哥 不是那个 你要敢通风报信 你妈蛋的 我要抓不着雄伟啊 他跑了的话 我给你扔理二十年 无期啊 我不整死你啊 你自己想去 他跑方的你就跑不了了 走开讲话 那我不敢 我不敢 当天晚上啊 老天 这个雄伟还有那些雄的在医院 就全落网了 雄伟被阿尔带到阿尔局的时候 还基本直更的身上也全上 邪乎了 说你们干啥呀 你们啊 姓名 说我叫雄伟 你们干啥呀 阿尔 啊 要打仗我们也算祸祸祸 再说我大哥周采 别提人啊 你这可不是祸祸祸 你这是啥呢 你这是啊 呃 要称霸一方啊 我听说你们这个 你不用说了 我听你说了啊 我听说你们好像领着大队人马 要到这个沿着那个物流园区 去抢占地盘去 啊 恶势力啊 啊 啊 怎么的 恶势力啊 啊 要要他们直接把人地皮抢占了 啊 垄断物流啊 啊 说说 说我没有这个想法啊 啊 我从来就就没想这个要一一一一 要抢 你没想 也拉倒吧 给他再不要打成个恶势力 老铁 黑恶势力典型 有人说死没 那必死无疑呀 啊 这笔两个月就毙了啊 打点形像单东送老五就给你打点形了啊 送老六这 这笔点多倍 啊 都没用他说 我直接巴巴说完了 直接按手势去你吧 两千年那时候还好使 老铁啊 这个事办完事之后 我还得说一下 杜成他们在离开广州之前 宋鹏飞还有当时的赵振东去送行了 哎 但老铁 送行也没多长时间 啊 这个赵振东是越做越大 但宋鹏飞 呃 刘勇两千年被打掉了啊 宋鹏飞回沈阳发展非常大 宋鹏飞靠着当时这个 这个赵振东啊发展非常非常大啊 一天都一天都挣几十万的那个买卖啊 然后赵振东是他的老大赵振东整死的差 我可以告诉你就这么回事啊 有人说赵振东整死 宋鹏飞干啥 帮他打仗啊 因为宋鹏飞不听话了 后来觉得自己行了 然后呢 这个人家不让干没法拦截的事 他专门运 不良嗜好啊 还有这个家伙事 因为赵振东 看出来了 后来的形势变化 怕连累自己 说这逼这么整 早晚的想啊 我整死他吧 所以说联合的当地啊 包括那边找人啊 人家段位搞我 直接沈阳 后来这个辽宁省把宋鹏飞也打点击 实际上是从北京来的这份啊 赵振东盘上那边拐去 也就能解释 有人说赵三小成啊 赵三刘永出事了 他们这帮人出事了 徐老五出事了 他管我啊 为什么都不管了 我跟你说 后来的形势变化 就变了 变天了老铁 一朝领导一朝臣 2007年之后 我跟你说很大变化的 03年一个变化 07年也变化 啊 就杜城不整身就不错了 你说打仗杀人 你都帮他了 你万一谁要瞅杜城来气 哪你说事呢 所以说杜城告诉他们 别急不联系我啊 你联系我 我他妈整死你 啊 这杜城就挺仁义了 能懂吗 那不是说的越养越多 为啥说半军珠半虎呢 啊 用你的时候 那你就是人 不用你的时候啊 那你就是鬼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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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